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西北方 四位上下 也复如是 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 第一小段为我们说 光照法界 你看从一个世界 到十个世界 到八个世界 到千世界 最后是到无量无边的世界 这个是自信 发而如实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祝福如来如是 菩萨也如是 我们每一个众生 也复如是 正是出现平里面所说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光表智慧 有没有光 有 现在科学家讲 光是波动的现象 这里面有光 有光 有阴 不但有光 有阴 还有香 还有味 样样样都是 病 法界 虚空界 这是自己 相光 所及之处 就是自己的法神 随大臣 教里面 佛长书 是方 三世佛 共同 也发生 这一句话呢 我们自己 要懂得 这下成当 为什么呢 有自己在里头 怎么说 有自己在里面呢 你看他讲 社佛王 三世佛 三世 是讲 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众生 是未来佛 那我们呢 是一切众生 敌分子 我们是未来佛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 在当中 一个都不留 社防三世佛 共同 一发生 你看看这个关系 多亲切 我们 我们常讲 一家人 一家人 够亲切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家庭不和我 我们感到很遗憾 那佛 那佛给我们说 这不是一家人 这就是自己 自己跟自己 那总是非常亲切了 总是没有分别了 左手跟右手还能有分别吗 还要对立吗 还要有矛盾吗 不可能 眼睛跟耳朵 不会对立 耳朵跟鼻子 不会对立 一发生 今天我们要讲 化解冲突 促进安定和平 古圣先贤 交给我们 到什么时候 这个安定和平 才真正落实 一切冲突 都烟消云散 如何才能达到呢 只有明星见性 你要说为什么 见性才见到发生 你看 破一平无名 这一份发生 这才真正知道 摄放三世 佛共同一发生 我们现在是听佛菩萨这么说 没有亲正 破一平无名的人 他是亲正 他如这个境界了 所以 过去今生 无量借来 跟一切人 一切对立 矛盾 只要一见性 全部都 烟消云散 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才真正 见到 般若经上所讲的 著法摄像 看到整个宇宙 真实的相 这个真实相 一体 一发生 经上后腿 接着 这都是佛常讲的 一心 这个心 就是自信 真心 真心是一个 忘心就太多了 无量无边 真心 真心就一个 一心 一智慧 六五位 也然 千年将天 十里 四五位 统统都是一样的 这个多么清晰 这是四情 古德常识 唯一阵 方天 你也不清阵 听佛菩萨 这个善知识 给你讲解 充其量 你是礼上 明白了 四上不能融通 不能圆融 不能贯通 所以 破一平无名 这也发生 四思 无碍 华言经 讲到最高的境界 离四无碍 是你 离上通了 四上不能圆融 四思无碍 或四上都圆融 离四都圆融 这个才叫 究竟圆融 诸 大半夜盘 不碍 神通妙幽 这是真正正的 究竟圆满的 天土 所以我们 我们再次 看这 一行半地经文 文字不多 那 晴天 神光 不碍 晴 光明 便到东方 千世界 这个世界 一个世界 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学 我们平常讲的 三千大千世界 为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 可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这前面跟诸位都详细报告过了 因为这个世界的构成 有小千中千大千 所以成为三千 我们早年学经教 总以为佛在经上讲的 这一个大千世界 我们都认为是一个萤火系 萤火系 很大很大了 我们太阳啊 太阳是绕着萤火转 地球 金木水和土 这个八大行星 我们知道它是绕着太阳转 成为太阳系 太阳是中心 而整个太阳系 是围着 环绕着 萤火转 萤火的中心 我们称为黄级 那么千世界 就是一千个 萤火系 我们以前总是这么想法 黄念族居士告诉我们 这个还是错了 我到北京去看他 他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说那萤火系是什么 它是萤火系 是个单位世界 想想他讲的也有道理 为什么呢 佛在镜上告诉我们 太阳 佛是讲的这个单位世界 中心 是虚弥山 太阳绕虚弥山的 山腰 不是在虚弥山山顶 是在虚弥山的山腰 这样子说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虚弥山 是什么呢 虚弥山不是真的有一个山 虚弥山就是 营河系的中心 先是形容高大了 那这个中心真的是高大 营河系的中心 可能是黑洞 像科学家研究 可能是黑洞 很大的 强大的这个引力 我们无法想象 连光 都被他吸收了 光都逃不过他 那么如果照他这个说法 这个太阳系是个单位世界 那一个小千世界 是一千个 英国 一个中千世界 那是以小千世界为单位 一千个小千世界 集合成一个中千世界 再以中千为单位 一千个中千世界 成为一个大千 那一千乘一千 再乘一千 十万亿 那就是这 一个世界 一尊佛的教化区 是多少个营河系呢 十万亿个营河系 太大了 我们现在地球上 这个科学家了 还没有办法探测到 十万亿个营河系的外面 没有法子 现在大概只能看到是 几百亿个营河系 几千亿个营河系 现在我们这个科学技术 那十万亿个营河系 那就没法做 无法想象 十万亿 还没有出 这一个大千世界的范围 你说 一尊佛这个教区 那么这是一般 菩萨实现成佛 这是普通一般的教区 诸菩萨中 在阴地里面 跟一切众生结的怨 发的怨 不一样 所以成佛呢 在古德上讲呢 教化众生 他的教区大小也不一样 最少是一个大千世界 刚才这个说法 我们用黄老居士的话来说呢 十万亿个营河系 那么有些佛呢 他的教区两个大千世界 三个大千世界 到这个 十万亿个大千世界 对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教区 多大 变法界 虚空界 这个我们要知道 受访所有一切 那些教区的 祝福如来 没有一个不赞叹 阿弥陀佛 所以称阿弥陀佛为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经典上这些话 我们万万不能说 这是我们对 世家 对这个 弥陀世尊的认知 他在 祝福如来里头 跟一般不一样 那就是 他运言太大了 运言太广了 这都是我们要学习 中国古艳语里就传讲 量大佛大 诸佛如来当中 弥陀量最大 信量最大 所以我们在 夏连剧老剧寺 汇集的 无量寿静 前面是 梅光系老剧寺 写了一篇 很长的续文 介绍这个汇集本 那个续文写得好啊 梅老剧寺 是 李宾南 老剧寺的老师 我们的 李老师 年轻的时候 都是跟梅光系学教的 梅老师是南昌人 江西南昌人 所以在那个时代 佛教在家了 这两个最有成就的人 在佛门里的号称 南梅伯夏 江西在南 南方没关系 白面就是夏连剧 夏老剧寺 是山东人 这两位大得了 我们算是非常幸运 承受 大得的教会 梅老师 在续文里面 说的很清楚 很明白 他举出 随唐时代的高僧大政 那个时候 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 我们知道 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啊 都是在随唐时代 兴起来的 这些祖师道德们 确确实实 也曾经 用心去探讨 释迦牟尼佛 一生当中所说的经教 哪一步能够代表 世尊一生所教的 来研讨这个问题 那么几乎 所有的大德都公认 华言 华言可以代表 全部 佛教 也就是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教导的 华言可以代表 所以 所以把华言经称为根本无法论 我们现在人讲啊 佛教改论 佛教改论是 方东美先生说的 我最早跟他学这句 他告诉我 华言是佛教改论 他也特别欢喜这部经 那么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经 都不出华言 每一部经 就是华言某一个部分 吸收 总说 华言 这些华言经 在一切经理都把它低了 然后又有这些祖师大德说了 这个华言跟 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 于是大家讲呢 那无量寿经是低了 无量寿经怎么是低呢 华言经到旧经圆满 归无量寿 最后 普贤菩萨 世大愿望 倒归极乐 华言经的圆满呢 是在极乐世界 文书普贤 文书普贤 劝导 华言会上 也就是 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求生 净土 这不得了啊 文书普贤呢 是皮诺 这那的 住手啊 现在我们人家 助理 文书普贤 是皮诺 贤那佛的 注意啊 他怎么把 皮诺 贤那佛的 这一些学生 通通带到 极乐世界 去 归于阿弥陀佛呢 皮诺 贤那佛 不生气吗 所以 这要不是见信的人呢 肯定会生气 你在我这 把我的忙 怎么把我的人 通通带跑掉了 这是什么话呢 见了信的人呢 就知道 弥陀根 这那 是一不是二啊 我们今天 拜这三尊佛了 皮诺 这那是 发生佛 阿弥陀佛 是报生佛 释迦牟尼佛 是印生佛 佛有三身 一几十三 三几十一 没有障碍 礼上无碍 四上也无碍 所以 文书普贤 把这些人 带到极乐世界 皮诺 这那佛 不但是 不怪他了 欢喜赞叹 好 很好 那为什么呢 到极乐世界 这些成就快 把震得究竟圆满的佛国 这时间提前 在华藏世界 要三大二十七节 到极乐世界 是一节都不需要 你看看 这种难得 所以华言里面可告诉我们 摄地菩萨 十宗 不离念佛 摄地菩萨 十是出地 宗 是等于 也叫十月底 失踪 所以 真正修念佛法门 在华藏世界 什么时候呢 华藏世界登地 那么由此可知 华藏世界 这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从设注 设行 设回下 可能还学 很多很多其他的法门 这法门无量时间学完 到登地 一句佛号 我也是搞了不少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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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三福 第三句里头 身心因果 这一句的时候 我怀疑了好多年 我跟诸位讲过 为什么怀疑这个身心因果 假如身心因果 他放在第一条 我不会 第一条是人天 人天都身心因果 第二条是二臣 是阿罗汉 披之佛了 第三条是菩萨了 难道菩萨 还不相信因果吗 真的 一点都没错 所以这个因果 不是普通的 造善因得善果 造我因得我报 不是这个 这个太浅了 这个人天都懂 他那个菩萨 那个因果 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是好多年之后 恍然大悟 这也是多华言 很明了的 明了菩萨是什么 念佛是因 成佛是苦 你看这华藏世界 那就管用了 华藏世界 这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真正到念佛是最后十个阶段 最后十一个阶段 完全放下 通通念佛 前面 是诸诗心诗会像 三十个位子 普贤菩萨虽然是劝他念佛 他未必念佛 他还会学其他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门无量是缘学 应该是在这三十个位子 我才明白了 这个因果不是普通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苦 难得 我们现在在凡复地 人天身份 就知道念佛是因 成佛是苦 诗文文 你还要学其他法门吗 你要是真懂得了 真明白了 你把其他法门统统放掉了 我就老师念佛 你就决定往生西方 你学其他的法门 大现场 那么现在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为什么说这么多话 劝你念佛 你不肯念 你不喜欢 你喜欢学这些经典 佛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你愿意学什么 就教你什么 每个人皆大欢喜 到最后呢 到最后再劝你念佛 你看他讲这个弥陀经 弥陀经 弥陀经 无量寿经 都在方等时候 讲的 释迦牟尼佛 那佛是念佛成佛的 天天念 弥陀经 没看出来 偶一大字 怎么一点 我们仔细再一看 是啊 没错 然后你就能从这里会通 所有一切诸佛如来 菩萨了 这菩萨是最后成佛 统统是念佛成佛 所以梅大师引用随堂这些大德 说华言 发华 这些大经 都是无量寿经的导引 也就是引导你入无量寿 没错 我就是这样子被引到净土法门来 你看看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金 李老师欠我这个净土法门 我也很用心学 我学米托经 他老人家很赞叹 他说 我听他夹米托经的手用 他公开讲 但是那个时候 我有没有发现就学净土 没有 喜欢净教 我跟大家讲了 最初学佛的时候 我反对净土 跟李老师的时候 我对净土不反对 但是没有意思 我还是一心学教学讲经 对这个很有兴趣 什么时候才真正相信净土呢 我自己讲华言经 过去我曾经讲过 也讲了十几年 但十几年是断断续续的 没有这一次讲得这么下戏 当然了 当然了 那个时候的境界不行 程度不够 也是全心全心全心去讲 没有佛报 是民国六十年开讲的 那么以后出国的时间太多了 每年在国外大概总要占三分之二的时间 只有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大概总是三四个月 这样断断续续的讲 八十花言讲了一半 讲到社会相比 四十花言也讲了一半 可惜就是都没有留下这个诺言带 那么这一次起讲呢 最主要的还是韩广长 他在往生之前要求 希望留一套 若相待 提供给后人做参考 我同意 所以这是我们在新加坡开讲 这次讲得非常详细 所以从古大德这些教会 我们认识 这种法门 也体会到 法界的真相 虽然不能欺辱 我们的解物不是正物 能理解 能相信的 不怀疑 世界 以华言经来讲 没有大小 法性的 并法界 虚空界 跟叶维辰 是相等的 这是不思议 间接 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无法想象 真实间接 叫不二法门 所以佛常常讲 不可思议 因为你一思呢 它就变成二了 就变成对立了 那就迷了 一时研究讨论 这个东西不能研究 不能讨论 不能分别 不能知处 不能起心动力 那就是一针 一针确实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天天用功就练着 这真功夫 一切祝福如来 所证 一切法身菩萨 所证 虽说大 无穷大了 说小 小二不内 大而无外 内外一如 又是不二 这不可思议 这就是法心 信德法而入实 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你看佛告诉我们 这光照浅接 第一 一夜世界中 这个千世界 每一个世界中 藉由被淹福提 这个淹福提呢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比喻说吧 这是我们今天的太阳系 每一个世界里面 都有悲异太阳系 也就是个单位世界 悲异国 我们现在人 我们现在人算法是十亿 为什么他正讲悲异 古印度讲这个义 这个单位 他不是一个说法 他有三个说法 我们现在是万万叫一 古印度的时候 万万一直是大的 还有中的 中的是千万也叫一 还有小的 百万也叫一 所以这个义 他有大中小三种 那这不我们去讲得通了 十万一个影和鞋 那之百亿就今天 这就说明 这是一个六道 六道呢 这个耶福提升我们人道 我们自作这个地球 叫燕福提 我们这个上面有一阶天 有四阶天 五四阶天就不说了 因为它没有形象 四阶天的天顶 就是四究竟天 这就是把整个六道说进去 其中所有 习界明星 这不是一个世界 千世界 千世界 其中一切所有 佛光 佛光 佛光跟我们现在所讲的热光不一样 我们所知道的是热光 月光 灯光 这常常讲的是这种三种光 这三种光能照 但是它也能力有些 为什么呢 各一张纸 它只能照到一面 背面就照不到 所以这个光是有爱 这个现象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宇宙之间的光 很多 接近有多少 科学家说不出来 光的波有长短不像头 我们的眼睛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这个机器能够接受的光波波长是有限的 比我们现在能见的光波长的我们见不到 比这个短的也见不到 比如现在大家知道这最普遍的X光 紫外线我们用眼睛看不到 它存不存在呢 存在 就跟无线电的电波一样 我们这个机器能够接受的波度也是有限的 比这个波长的 我们收不到 我们机器收不到 比这个波短的 我们也收不到 我们能够收的只是光波里头的一个短 几种频道 精密的仪器也许能够收到几十种频道 几百种频道 那是很精密的一切了 收到的很少啊 收不到的很多啊 佛光真的是变照啊 它没有障碍啊 啊 房子它找偷火啊 啊 地球它也找偷火啊 宇宙也找偷火啊 佛光啊 这自信的活入光 啊 我们是迷失了自信 把自己这个大能 啊 无比的大能 无限的大能 丧失掉了 这个丧失不是真的射掉 你一生 佛告诉我 什么时候你觉悟了 就一回复了 啊 所以 光照千切 谁啊 我们自己啊 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 我们怎么受掉的呢 华音经常讲得好啊 但以妄想分别 执着而不能争取 你看我们坏就坏在身上 我们会起行动力 我们有分别 我们有执着 所以 我们这个能力丧失掉了 假如 我们像佛菩萨一样 佛菩萨跟我们差别在哪里 佛菩萨没有分别 没有 执着 没有我想 啊 我们常讲的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佛菩萨就是有这个本子 六根结束六成境界 啊 他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所以他的本能完全恢复 啊 他的六根作用 都是变法界 虚空界 啊 眼界 是法界虚空界 啊 耳听 鼻秀 学长 啊 常是未 啊 啊 身之粗 义之之 都是变法界虚空界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啊 啊 啊 佛给我们讲 这个是一切众生 本能 啊 啊 有没有射掉了 没有射掉 只是现在 你生起这个烦恼 啊 啊 其心动念是无名烦恼 分别是沉沙烦恼 执着是见死烦恼 这三种烦恼 障碍了你的智慧的能 啊 啊 智慧的能被障碍了 你这个相好也被障碍了 啊 你看这个大经上讲的 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 啊 啊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啊 啊 其中所有啊 习皆明显 别愿意 焉负体重 习今如来做莲花葬 是此之所 受佛刹 微臣述 菩萨所供威傲 真大了 真正不合思议 孔老佛子没听说过 老子庄子也没听说过 所以老庄孔孟我们读他的说 他非常羡慕 有 向往 古神鲜鲜 那些 啊 他们所 羡慕 向往的 摇身于他 摇身于他 比他们 比他们还要早两千年 比他们还要早两千年 啊 老庄孔孟 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两千五百年 啊 啊 啊 摇身于他 距离我们 大概是四千五百年 摇身 啊 向往啊 所以在他们这个文字里面讲到啊 啊 啊 小谷挂名 做君王的 啊 悠闲自在啊 啊 啊 过小人少 没什么事情啊 人没有贪心 没有成灰心 每个人都能收本分 啊 都能够自得其乐 啊 暗居落叶 啊 到孔孟这个时代 已经是乱世了 我们知道孔子生的那个时代 春秋战国 啊 老子 孔子 是在春秋时代 啊 庄子跟孟子的时候 就又要厚 五十年了 就入了战国时代 整个这个社会 动乱不干 战争不断 啊 所以他们非常感慨啊 啊 啊 你看如果借错佛法 就佛法 这个法会可大了 这不是小谷挂名啊 啊 摄佛法 威尘素菩萨 威绕 这是自信里面展现的大法会 啊 啊 谢以佛神力故 啊 啊 这一句 我们要很重视 得佛力的加持 啊 啊 啊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对老师的尊敬 摄佛过有一大菩萨 一一过于摄佛刹为臣 祖菩萨聚来与佛祖 这一段是讲外来的 前面是讲崩溃的 啊 摄佛 千世间的摄佛 啊 啊 摄佛菩萨 云集 啊 其大菩萨为文术私立的 所从来过为精髓世界的 本所似佛为波动儒来的 啊 这个我们到前面完全看到 你看大世界小世界 无二无别 菩萨的名号 佛的名号 世界的名号 多么有差别 啊 这诗 这个经常常讲的 一节时多 多节时也 也多不二 啊 好 现在时间到了 多么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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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